进入第三题 这是这幅画吗 对 这幅画 你们看看我要问你们的答案吧 我看看 问题吧 刚才那个人偶这个头饰是一个 是不是很像啊 题目三 这幅壁画中皇后 官官的材质是什么 古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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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念古古官吗 对 古古官 古古官的材质是什么 古古官 就是他们头上这个头饰 头饰 对 羊皮 羽毛 牛角 画树皮 古官 你智力提你的 对 你们好好观察一下 想象一下 我觉得呢 我觉得它肯定是有比较硬的材质 羊皮不行 羊皮太软 对 羊皮软 羽毛肯定不行 牛角也没看到有牛角 牛角应该是那种型的 其实它里面有包装的 你很难看出来 但是也要考虑到这个轻重的问题 我们先画树皮吧 树皮是比较 起码比羊皮轻 羊皮很软 画树皮 嗯 画树皮 是吧 给我一个理由 好 一个是它轻 第二个排除法 说实话 就是羊皮软 羽毛 目测是看不到 有羽毛 对 牛角的话 它是很明显的一个形状 也没有 牛角不能那么 它不可能把它 固定的一个形状 所以就是 25匹 对 像 形象就像了 对的 其实分析的还是对的 答案确定了是吧 确定 确定啊 确定 确定 对 我们有点厉害啊 我们真厉害厉害了 这个是某原时期的 这个蒙古族的 这个贵族的妇女的 这个像皇后啊 以上的 这个这样的服饰 还有就是这个姑姑冠呢 在这个某原时期呢 它是已婚的妇女 还有贵族妇女带的 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它的材质啊 主要是我们现在的史料 和这个考古发现以后 主要是这个画树皮的 首先画树皮它轻 然后呢 它容易造型 容易保存 而且上面 大家能看到 有很多这个 镶嵌的这个 宝石 宝石啊 金属气啊 什么的 这些东西很容易 在这个画树皮上实现 羊皮 牛皮啊 它容易干 容易变形 所以呢 最早就是我们的这个 古人呢 很聪明 他就用了这种画树皮 因为蒙古族也生活在 在这个中国北方地区嘛 这个发售也是很常见的 更多新闻下载北京时间APP 每一条新闻都发生在北京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